选民一个个走进投票所投下神圣的一票 台湾时间晚间七点 美国东岸包括纽约 纽泽西州 肯塔基州 维吉尼亚州等地方都开始投票 美国大选由于横跨了六个时区 投票最早于美东时间五号 上午五点开始 其中七个关键摇摆州 贝卡罗莱纳最早开始投票 从台湾时间晚上七点半开始 乔治亚 密西根 内华达州和冰州从晚上八点开始 威斯康辛和亚利桑那州从晚上九点开始 这七大摇摆州将左右选举最后结果 目前全美已经有超过八千一百万选民提前投票 美国公共电视跟科瑞斯特学院稍早也公布最后封关民调 贺锦丽以百分之五十一对上川普百分之四十七领先四个百分点 这份民调也发现已经提前投票的贺锦丽支持度 领先川普多达百分之十四 但未投票的选民有百分之五十三支持川普 百分之四十五支持贺锦丽 至于开票结果出炉时间将取决于两人票数有多接近 如果差距大可能明天就会有结果 如果差距小选举结果可能会拖上好几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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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